听到王祖贤在父亲葬礼上说的话,才懂他为什么二十年不肯原谅琪琴。 王祖贤当年跟琪琴的故事,我相信大家家里互想,当年王祖贤是最美的那一个女人,琪琴是最有才气的男人,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最后两人酷炼多年还是离开了对方。 琪琴跟王祖贤的感情中间有一段空白期,为期三年,当初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,王祖贤离开了琪琴远走加拿大,琪琴为了追回王祖贤为王祖贤做了一首歌曲,名字叫《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》,就是这首歌重新打动了王祖贤的心, 回是王祖贤再一次义无反顾地回到了琪琴的怀抱。 关于两个人为什么分开三年,有许多个版本,有人说琪琴不要王祖贤了,有人说王祖贤爱上了富商,至于真假无从知晓。 三年后,回到琪琴怀抱的王祖贤更爱琪琴了,为了琪琴的歌曲可以打卖,王祖贤参演了琪琴MV里面的女主角,并且赤脚跑了几公里。 可见当时王祖贤有多爱琪琴。 时间到了2000的时候,这个时候两人都准备结婚了,房子买了,并且见了双方父母,双方父母都是亲家相称呼。 在这个最要紧的关头,琪琴的前女友知道琪琴要结婚了,于是就跳出来捣乱,当初琪琴没有成名的时候就跟前女友好上了,并且在琪琴最落魄的时候,是这个女人养着琪琴,并且还为琪琴生了一个孩子,两人就只差一个结婚证了。 方美方将琪琴告上了法庭,并索要1500万台币的抚养费。 王祖贤是一个特别唯美的女人,她的感情容不下一点点渣子,然而为了琪琴一忍再忍,最后在这一次爆发了,其实琪琴之前已经把自己的过去老老实实的都跟王祖贤坦白了。 当时王祖贤也不是不能原谅琪琴有私生子的事情,但王祖贤太累了,也没有了结婚的心情,2001的时候王祖贤再次不告而别,留下了琪琴。 并且宣布退出娱乐圈。 之后有记者采访琪琴的时候,琪琴说了一句话,在一起15年的光阴丽丽在目,点点滴滴都是幸福。 对我来讲已经非常足够,因为他把他最宝贵的青春都放在了我身上。 是,王祖贤把自己最宝贵的青春留给了琪琴。 琪琴前两年也娶了小自己24岁的小娇妻,但是这段感情对王祖贤的伤害却很重。 前两年王祖贤父亲去世,在葬礼上记者问王祖贤关于感情的问题,他只是淡淡得回应,我的感情在生前已经累了。 这是受了多大的伤害才会这样的决绝啊? 对于这段感情你怎么看?你还记得王祖贤哪部剧? 欢迎评论请 这是可选对王祖贤的伤害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